好,那我们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讲的这种力量 我们这个Lagrange 这种写法 T-V 等于 1 2分之1,不要写个一尾了 MX DOT平方 -VX 这是一般的 假设你在电磁波下面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是在磁场的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本来要讲啊,我看起来今天时间不够 你们回家自己看 它会变成1 2分之1 MV.V OK,它故意这样写开来 减掉Q5 加上C分之Q V.A 你们记住,你们看这个部分要注意一下 课本上有些符号都写错掉了 你要把它校正过来 那它这个是在电磁波下面 电,有电 这个是静电位能 这是磁位能 这是你的颗粒的速度 OK 那这个能量 那整个呢 就可以从这个转换成这样 转换成这个 你就可以做了 为什么可以这个样子 当然你要从最最基本的 Lawrence Force F 等于Q 第一个是电 对不对 第二个是什么 C分之一的V cross B开始 课本就整个证明给你看 它先告诉你结果怎么样 然后用反推法 一路把它推回来 再加上一个Gauge 加上一个这项可有可无 但是加进去之后 事情变得很好办 OK 它一加进去之后 一下子就算出来 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请大家记住 假设以后你针对没有词的地方 你就用这个就可以 假设有词的呢 你就要把这个加进来 OK 而且呢 我看看 OK 没关系 这样子就好了 好 我们现在呢 更进一步了 我们要来讲Harmittonium的 什么叫Harmittonium 我们知道 这个Uler Lagrange呢 它的做法 真的是让我们 百思不解的 好像这个材料 这个例子本身 早就知道 它最后结果在哪边 而且它们评判 这么多条路上 它要走哪一条路 但你知道这不可能吗 对不对 它唯一知道的就是 对现在所处的 未能的环境 立刻做出变化 如此而已啊 那Harmittonium呢 它就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 它不做这件事情 OK 它不去预估 但它一样一次 就把整条路线算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呢 知道已经在这个地方 Lagrange的本身 都是跟坐标位置 跟当时的速度有关系 那我们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是把它Transform到另外一个地方 Transform到一个Harmittonium 我们叫做Q跟P的地方 Q是位置 P是momentum 我们希望可以这个样子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每一个momentum PI呢 它可以写成怎么样 PI在这边 Lagrange对速度的微分 对不对 在另外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求得 它的速度呢 事实上是Harmittonium 对动量的微分 所以这个呢 在你们课本里面是2.51 这个是2.5.2 好 它如何做到这件事情 它就借用一种转换 叫做Lagrange转换 Legender Transformation OK 我不细讲这个的原因 是因为它只是一种转换而已 只是一个游戏 就好像Lagrange本身就只是个游戏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Lagrange转换到一个叫Harmittonium的地方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的Space 我们之前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什么 Configuration Space 记不记得 你只要知道每一个例子的位置 以及在那个位置上面的速度就好了 我就注意描述整个的状况 那在Harmittonium这边呢 它是Q跟P 我们叫做什么 Phase Space 是一个像的空间 因为位置 跟速度我们还蛮有感觉的 你说位置跟动量 这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 动量是什么东西 所以就好像说 我们在学固态的 我们常常会去看能量空间 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可以转换到任何一个地方 只不过Lagrange Legender呢 它可以把它转换到 这个地方来 我们就定义一个 我们就定义一个 Harmittonium Q跟P的 写成怎么样呢 写成 PI QI 动量 乘上速度 的summation 看你有多少个 对不对 减掉 这个系统的Lagrange 这个 就是我们的 转换式 好了 这样子转换干嘛 记住 这个Lagrange Transformation 是很好玩 它就假设一个 什么状况 然后算会算出 一个什么状况 最后呢 我们就一样画葫芦了 对Lagrange 做转换 就得到个叫 Hamiltonium的东西 那我们来看看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 OK 好 比如说呢 我们对Hamiltonium 把它对 因为Hamiltonium是什么 Q跟P的函数 对不对 我们把它对PI 为分 对 I一个例子的 momentum 为分 得到什么东西 里面是什么 照抄一下 它会等于这个样子 对不对 OK 注意一下 现在呢 我要再特别讲一下 有几个地方 我是对PI 但里面Summition 是什么都要Sum 是大家 所以为了要重复 避免重复 我把这个叫做J 反正全部都要加完 那这样子就可以避免 跟我要V的这个对象 重复 所以这个一开始一进去呢 你就知道 你可以得到Chain rule 对不对 Chain rule就是说 前面不动V后面 后面不动V前面 都可以啊 现在我后面不动V前面 我要去VPJ 它有这么多个 但是不要忘掉 我们选取的空间 一定是Independent 互相垂直 一个Space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对它的V分 只有什么时候存在 I等于J的时候 很好 所以你就会得出个Q I等于J I dot 对不对 再加上 再加上 P不动V后面 后面这个是什么 Partial Q J dot Partial Q Partial PI Sorry 对不对 你会有这一项 最后呢 是后面这一项 减掉这一项 Partial Lagrange Partial PI 对不对 你与其这样子做的话 它这里面又没有P 那我们可以 把它稍微转换一下 那这样子用圈入 我先对其中一个 QJ dot OK QJ dot V 那你有好多个嘛 好多个就待会儿 一定要把它散起来 然后呢 再把QJ dot 对什么 Pi OK 好了 我们看看几件事情 这两个是不是一样 一样 对不对 这个等于什么东西 Lagrange 对速度微分 啊 Here Lagrange 对速度微分 就等于momenta 对不对 那这个是对J微分啊 它是得到P J Right 就你一看 嗯 怎么是加上一个 Sumption PJ 的这个 怎么是减掉一个Sumption PJ的 这个 那互相杀掉了 最后剩下的是什么 QI dot 哎 那你也得到 Hermittonium也有同样的特性啊 我要是把Hermittonium 对 Momenta 微分 它会得到 那个 例子 在当时的速度 对不对 这个就类似前面啊 你会得到这些东西 我应该写的跟它方向一样 才会把它颠倒过来 那才会比较像它嘛 对不对 公式排起来也比较漂亮 好没关系 再来 我们再做第一件事情 我可不可以再把Hermittonium 对QI 微分 因为你这里面只有两个 两个变数嘛 一个Momenta 一个Q 上面已经对Momenta微分了 现在对Q微分 那就一样画葫芦啦 Partial Partial QI 里面呢 照抄 Sumption J PJ Q J 减掉 Logrange Q P 对不对 好 我们继续算下来 这个 要微分 你不能对P微分嘛 可以吗 你要对后面这个微分 因为这个才有Q QJ 所以你会得到 Summation J PJ 不动 Partial QJ 除以 Partial QI OK 减掉 后面这边两个 第一个 Logrange 本人就有Q 所以可以直接先对它微分 所以它是不是可以等于 Partial Logrange Partial QI 再对后面那个微分 后面那个怎么微分 我们就要先针对 它的 QJ Dot Oh 抱歉抱歉 这个不是P 这是Logrange 这不是Q Dot 我要对这个跟这个微分 然后这个呢 再对这个微分 哦 不是QI 会等于这样子 结果这个等于什么东西 Logrange 对速度的微分 在这边 这个是等于PJ PI PJ 所以你看前面有Summation 哦 这边有这么多 它也要有Summation 这边有Summation 这边有Summation 这边有个PJ 这边有个PJ 这边有个速度 J的速度 对I的位置微分 J的速度对I的位置微分 完全一样 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负的 是不是两项消掉 它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这个东西 负的 诶 这个Logrange 对 位置微分 得到的是什么 力量 generalize力量 对不对 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为 PI Dot OK 好 那这样子我们又得到一个了 得到一个是怎么样 我们把负的提过来 负的 partial Hamiltonian QP 对 位置 积分 它会等于什么 PI Dot 诶 相当于我们也有这个公式出来啦 这是2.5.12 你看看 非常像耶 我们Logrange跟Hamiltonian 非常非常非常像 好 这样写完也没有感觉啊 好像我们Logrange 写完有感觉吗 没有啊 所以我们就拿个一维 简单的particle的运动 然后我们来描述它 结果我发觉 Logrange原来是T-V 那它本来就是定义成T-V 那Hamiltonian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啊 它能不能得出 跟T跟V有什么关系呢 简单的关系 那假设有 我们就了解了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For Cartition Coordinate 我们在直角坐标系统 For Conservative False 也就是说这个False呢 Fi呢可以写成负的 Partial V Partial Xi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T呢 会等于什么 二分之一 M Xi 速度的平方 所以所有的通通加起来 这整个系统的动能就有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看看 所以呢 Pi会等于什么东西 我们这边的Pi Pi要是从Logrange呢 它会得到Partial L Partial Xi 对不对 那我们看看 那这样子一来呢 这个呢就等于 Partial T-V Partial Xi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因为V呢 只是V的X 这样你才会是一个conservative的 所以这样子一V分之后呢 它没有跟速度有关系 没有 只有动能有 所以这一V会变成什么 M I X R 平方 就是moment 的平方哦 没有平方 sorry 平方已经不见 这个果真就是moment MV嘛 对不对 好 我们来做一件事情 因为 我们把这个Pi 再乘上一个 Xi 再乘上速度 你就假想一个MV 再乘上一个V 不就MV平方吗 MV平方是什么 是动能的两倍 动能是二分之一MV平方 那你有这么多颗 大家统统加起来 它就会等于什么呀 Summation I M I Xi 平方 就等于两倍的动能嘛 我们知道会这个样子 好 我们知道这些了 我现在来架构 所以 Hermittonium QP是等于什么意思 因为Hermittonium本来有定义嘛 定义是在哪里 在 2.5.8 Summation 照抄一下 I Pi Qi 是不是 减掉 Lock range Q Q Q 这个叫做Hermittonium 我们已经算了 Pi算出来了 在这儿 对不对 Qi呢 就是位置嘛 所以我们Summation I Pi Xi 减掉 Lock range Q Q 这个是什么 这不就是这个嘛 他等于什么 两倍的动能 减掉 你告诉我Lock range是什么 Lock range是什么 好像在演戏一样 这边 T减V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它摆在这个地方 T减V 哇好棒喔 两个T减掉一个T 变成一个T 负负得正 原来Hermittonium就是什么 在我们conservative的系统 一个指导坐标系统里面 那就是能量嘛 T加V而已啊 我特别喜欢能量 因为能量是存量 那计算起来方便N倍 对不对 那他告诉你 他是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比较了解 OK 在这种状态下面 我们的Hermittonium 就跟Lock range不一样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也很想要知道 比如说Lock range呢 在有磁的状态下面 演化成这个样子 它本来是T减V嘛 那Hermittonium 在有磁的下面 演化成什么样子 这个部分你们自己看 很容易做的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P减掉C分之Q的A 绝对值的平方 除以2M 再加上Q5 5是电的存量位呢 A是电位 向量词位 P呢就是Moment 2M 所以B减减减就知道 你是2M分之V平方 这个是动能 加上胃能 就把事情解决掉了 在牛顿力学里面呢 你会得到一个 很简单的运动方程 反应MJ DX J DT平方 反应 要等于刺激 就看你胃能 随着位置的改变状态 所以这个好不好解 非常不好解 因为它是2接WM方展 而且是连力的 很难解 Lagrange呢 它告诉我们 我就定义一个 T减V 哇 好棒 所以我就会得到Lagrange equation 它是写成什么 D over DT Partial Lagrange Partial QI DOT 等于 Partial Lagrange Partial QI 你一看 左右边的四肢 跟左边的四肢 好像啊 对不对 我应该把它写低一点 然后大家会更像 这边呢 重写一下 D over DT MJ XJ 等于 负的 Partial V Partial XJ 你发觉这两边长得一不一样 很像 对不对 那么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PI 会等于 Partial Partial QI DOT 一个FI呢 就等于 Partial Lagrange Partial QI OK 你就可以得到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呢 就等于说 你只要得到一个Lambda 其他物理量直接微分就好了 而且一次微分就把它解决掉 比这边快很多 这一边呢 会很有效 但是问题 所以说它告诉我们第一个 它是在这个什么 N个Dimension下面 哪N个Dimension 位置 第一个 有N个位置 我不能写太小嘛 对不对 N个位置 像 Q1 QN 但因为每个位置的 速度你都知道啊 在N个 Velocity 这两个人是一起的 一体的 你就得到 Q1 QN OK 你就可以得到这些 那么的Harmeton 我看下面空间够不够 1 1 好 另外我写在旁边 它是告诉我说 我HR重新定义 Harmeton 重新定义 它是什么 Summation Pi Qi 减掉Lagrange Q Q Q dot 所以说呢 在我们很简单的 Cartition的系统下面 它是T下V 保守力 下面 它可以写成这样 那就相当于说 它的定义也跟Lagrange 很像啊 对不对 只不过由上面这个字 我们很快也可以得到 它的速度 可以写成 Partial Harmeton Partial Pi Pi dot 可以写成 负的 Partial Harmeton Partial Qi 哦 抱歉 这一边呢 并不是一维方程式 因为这边有个微分 就是对时间微分 然后你又怎么样 对着这个东西再微分一次 事实上它也是二阶微分的 但起码 比较好做 因为我只要从它微分下来就好了 到了这边 全部都一阶微分 因为Harmeton 本来就是Q跟P的函数而已 OK 所以它会比较简单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它怎么样 它有N个 Dimension OK The space The phase Space 这个是N的Dimension Configuration Space 抱歉了 这边写的比较乱一点 OK 还有呢 哦 这个就是本来要讲 OK 那么这边指的是什么 N个 Coordinate QE一直到达QN 跟N个 怎么样 Momenta PE PN 但问题是 它是有N个 哦 我这个待会写好了 N个 我不应当写Dimension 我应该这样子写 我把它全部重新写一下 然后它会排得比较整齐 OK 这样子 N个 Degree of Freedom 它自由度有N个 那就是代表N个 QE 到达QN N个 QE dot 到达QN dot 它叫做 N的Dimension Configuration Space 这边也是这样 N个 Degree of Freedom 是这两个 那我们叫做 N个 2N个 2ND的 Phase Space OK 它们这两个 是独立的 所以呢 它会有N个 Fase 那么这边呢 它会有什么 N个 你把这个系统写完之后 N个 Second Order Equations 这边呢 这边呢 会有2N个 这边呢 First Order Equations 那边是Second Order Equation 这边是First Order Equation 当然这个好算多了 对不对 我们越转换越简单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For a Lug Range There are many Trajectory Trajectory May Pass A Point In Configuration Space Which Depends on Q Dot 也就是说 在Lug Range 里面呢 因为它 每一个点 比如说我这个点 到下一个点 当中可能有 无穷多个路径 对不对 但是哪一个路径 叫做对的 Depends on 这个Q Dot 我们知道其中一个 List Action 的那个路径 会是对的 但是在我们 Hermittonium这边呢 它就比较简单了 我写在这边 For a Hermitonium Only One Trajectory OK 的路径呢 只有一个路径呢 Pass a Point In Face Space 它就简单很多了 它不用去猜测说 哦 我要猜测 有这么多路径 我自己就知道 要挑哪个路径走 因为例子不可能 这样做 那么在 Hermittonium这边 它就很直觉的 直接透过这个程序呢 它就跑出来了 所以说当初找了 那个Legendal Transformation 很聪明啊 找到了之后呢 果真有这个东西 好 这些发展是多久以前发展完的 20世纪吗 还是更早 很19世纪啊 就差不多发展完了 所以我们学到现在还没学到量子力学 对不对 我们都要学几百年前的东西啊 好 所以你看 现在学起来已经这么辛苦了 再过两百年 我看他学生要学什么 哇 那压力更大 我看一下 好 压力更大 不过说不定 哪一天各位在座有人呢 就想出个更棒的方式 这些通常丢到垃圾桶里面去 对不对 那以后的学生就 就幸福了 学你那个方式就好 OK 那这边呢 是很简单的 把几个东西啊 介绍一下 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 不是下一章 继续下来 我们要来讲 Canonical Transformation 我们先前在做 Couple Oscillator的时候 已经知道了 我们选择的坐标 非常重要 你可以选择 实际空间的坐标 或选择一个 虚拟的一个空间 那个坐标 但你在这两者当中 怎么转换 我们要求一个原则 不管我怎么转换 我物理的特性不能改变 你从七楼往外面跳 一定摔死 并不会因为你是倒着看 那个坐标转了 180度 然后就活着 不会这样子的 对不对 所以Canonical Transformation 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假设你找对了一个转换 这种转换 而导致于我们状态 不会因为你转换而改变 这种转换 我们叫做Canonical Transformation OK 所以以后你要是听到Canonical Transformation 你就要一个很直觉的 你说 of course 不然我转换干嘛 对不对 好像我的钱 从这个银行转到那个银行 结果钱呢 不见了 那当然不行了 对不对 希望它变多了 怎么会不见 我们这个 你会发觉 假设你了解它的特性之后 名词的本身 突然间变得很简单 但是人总是会很 很会取名字嘛 对不对 取完之后 听起来就很高级 对不对 好像我名字叫周雄 叫台语叫叫雄 对不对 哇 这个听起来也很顺啊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取名字 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很有天分 OK 我们来看一看 Canonical Transformation Larange 等于定义为T 减掉L OK 还有什么呢 就是这个公式 所以 这个什么电磁波 这个就算了 就把它丢掉了 OK 我们保留这个 这个整理一下 我们把它写成 类似牛顿力学 第一 OverDT Partial Larange Partial Q Dot 等于 Partial Larange Partial Q 对不对 这个就是这个嘛 我只是把它选成 General坐标 擦掉 擦掉 你看 版面变小很多 你看看 好 再来 还有什么东西 Pi 等于 Partial Larange Partial Qi 写下面一点 Qi Dot F Fi 等于 Partial Larange Partial Qi Conservation If If Partial Larange Partial Q 等于 还有没有 没了 Hamiltonian 我们就有一个 Hamiltonian Q Q P 会等于 Pi Qi Dot Summation I 减掉 Larange Q Q Dot 这个是它基本定义 但在某些状况下 会等于T加V 在 直角坐标系统下面 再加上保守力 写中文好了 OK 这样子 这样空间比较窄 OK 那我们呢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Qi Dot Qi Dot 等于 我写成跟它一样的形式 Partial Hamiltonian Partial Pi Pi Dot 等于 负的 Partial Hamiltonian Partial Qi 还有什么 我们也会有Conservation Law 不过不太一样就对了 OK 所以我好像能写的我都写完了 还有什么没有超上来的 差不多了嘛 反正公司就只有这几个 你发觉讲了一牢半天 说起来就只有这几个 好像就都白讲了 你知道吗 不过事情就是这样子 感觉上很棒 因为 有空你再把这个 这个什么 电池的表达形式把它记起来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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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